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双十国庆下个月登场 宾客手上的国庆礼宾包 在今天也首度曝光了 那么今年国庆日 碰上了疫情的影响 首度纳入了防疫用品 包含了台湾在地生产的 十五百米所制成的 台湾形状的米皂 就是中间这一块 还有这个香氛皂丝 以及印上了 双十主视觉图腾的口罩 再加上绅士小帽 那么今年的纪念品价格 大约是六百块钱 由于多了防疫礼盒 价格也堪称是时尚最高 国庆礼宾代曝光 配合疫情年少 今年小礼物防疫最重要 360度转向 除了挥张和去年的绅士帽 今年改成大地色加国旗再出发 特别新增防疫礼盒 有台湾形状的米皂 和香氛皂丝附上空瓶 可以合体成洗手皂慕斯 还有双十主视觉的时尚口罩和湿纸巾 大约价值六百元 是国庆史上最高价 是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我们多做了一个防疫礼盒 比照以往的只有帽子或是扇子 所以那个防疫礼盒的话 它的价钱就比较高 史上最贵的一次 双十国庆下个月登场 而这次最特别的是民众拍照打卡 还有机会来掌豪华邮轮之旅 筹备会也和邮轮业者合作 脸书大头贴 搜寻109国庆 换上专属特效框 再标注好友 就送民众搭邮轮看国庆烟火 国庆晚会在基隆 国庆烟火在台南都是两个港口 所以邮轮公司也搭配了这样子 去设计了一个从基隆港出发到安平港 礼品带中还有这个随身小包 可以装进防疫物品 在总统府前帮国家庆生 同时也能防疫又安全 记得从蒋林凯军 调不倒